简单的吸管能做出好玩的玩具吗 孩子们很好奇 我今天很开心 可以玩到我喜欢玩的东西 这是我最棒的玩具 我超喜欢的 不复杂的制作程序 接着只要吹气就能玩 如此独一无二的玩具 其实内涵着师长用心 是因为小朋友的专注力 因为他在吹的过程 他一定要很专心嘛 他才可以把这个球吹得好 让他稳定度够 今天的玩具呢 可以说让他们体会到 专心的意义 然后呢 只要他专心做事情 每一件事情都可以做得很好 透过老师观察 这时期的孩子活泼好动 园区中奔跑健身的空间多 但真的要静下心反而不简单 除了设法让他们专心 还有这个课题 我们这边的小孩子 常常会起冲突 所以我今天的进私语里面就是 要让他们知道说要原谅别人 就是善待自己 看出孩子的需要 特别安排课程 期待每个学员都有所收获 带着正能量顺利成长 大新闻珍上美聚工 白富美唐江湖 高雄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